我們繼續做混合的題目 但是現在呢就是有別種東西了 就不純然都是水 是有另外的東西 固體比熱0.4量50公克溫度30度 跟我30公克的水混合在一起 請問你平衡溫度多少 這還是一杯熱水加一杯冷水意思一樣 那做法也是一樣 與計算有關的想法就是放熱會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然後怎麼算熱 x等於mxΔT 跟剛才那個感覺比較簡單的水是完全一樣的 只是這時候比熱就不再是1了而已 所以一樣放熱會等於吸熱加散熱怎麼算熱 x等於mxΔT 誰放熱 誰放熱 那個60度吸的水放熱誰吸熱 30度吸的某固體吸熱 所以帶進去 好射波溫為T 放熱等於吸熱加散熱 我們30公克的水 我們30公克的水比熱是1 然後60度降到T60-T 有個50公克的物質比熱0.4 要從30升到T度T-T-30 那這樣就列式就列完了 那後面就是數學 簡單的四折運算 移來移去 然後答案叫做48度C 所以我們混合的波溫就48度C 這就是跟剛才的水的計算基本上相同 只是比熱不再是1而已 所以會多麻煩一點點 多麻煩一點 計算上會多麻煩一點 但其實都差不多 好比照辦理 這題就是比照辦理 我有一個節熱杯 裝了這麼多的水 然後把雨快丟進去 請問你最後水溫是多少 最後水溫是多少 最後是一樣 然後告訴你的比熱 跟剛才的做法基本上是完全相同的 問的也是一樣 問最後的水溫 所以就是跟剛才的例題基本上都是相同的 我通常都是第一個練習會跟我的例題完全一樣 只是數字不一樣 數字不一樣 請問你這樣子的水溫是多少咧 來 加你好了 你的答案有嗎 還要再30秒才算出來 嗯 好 這樣 不要講話 不要講話 然後再 讓我講吧 有答案了嗎 等一下 答案的大哥 有答案了嗎 可以的 可以的 他就算了 有人講答案 他說30阿 那就是30阿 他說30阿 他就講答案了 有答案嗎 30 30 剛剛講過跟前面的做法 剛剛的講解完全一樣 與計算有關的想法叫做 放熱等於吸熱加散熱 怎麼算熱 S等於MX加RT 誰放熱 100度C的鋁塊放熱 誰吸熱 23度C的水吸熱 所以色波溫為T 左邊就是 鋁塊的質量 鋁塊的體熱 鋁塊的溫度變化 高溫減低溫 100度降到T度 右邊叫做 水的質量 水的比熱是1 然後水的溫度變化 23度升到T T-23 那又是一樣 列式都列完了 就是數學 認真努力算數學 答案就會出來叫做30度C 簡單小問題 沒有事 好 這個練習跟剛才的例題 基本上完全不一樣 但是我們也可以稍微變化一下 變化變成溫比熱 改成溫比熱 我有給物質的質量跟初溫 有給水的質量跟初溫 又給了最後平衡溫度是28度 改成溫比熱 剛剛講過了 計算想法都跟剛才完全一樣 也跟計算水的時候是完全一樣 都沒有變過 放熱等於吸熱加散熱 怎麼算熱 H等於MSΔT 但是這時候的位置數不再是末溫 這時候位置數是比熱 只是比熱不一樣 這裡寫個請用最簡分數表示 表示無法整除 表示無法整除 所以我們就請你用最簡分數表示 請問他的比熱是多少勒 他的比熱是多少勒 好 可愛的 三三少少誰 郭小姐 你有答案嗎 沒有答案 就直接給我搖頭喔 連奮鬥一下都不奮鬥 你有答案嗎 九分之四 九分之四 very good 九分之四 很好 來 一樣 做過做法完全相同 放熱會等於吸熱加散熱 怎麼算熱 H等於MSΔT 像做誰放熱啊 100度C的甲放熱啊 誰吸熱啊 20度C的水吸熱啊 所以 我們就設比熱是X 然後左邊放熱右邊吸熱 我們的100度C的 甲放熱 甲的質量乘甲的比熱不知道X 然後100降到28 所以1928 然後呢 我們二數據的水吸熱 所以水的質量乘水的比熱一 乘水的溫度變化20 升到28 所以28減20 這樣一樣就列式就列完了 所以就數學上做計算 你就可以得到這樣的結果 就叫九分之四 所以我們答案就是九分之四 這就是我們的簡單的計算 跟剛才的算兩杯水的混合 基本上完全相同 觀念都一樣 放熱會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怎麼算熱 H等於MSΔT 這樣就可以把它做完了 可以嗎 可以